大家午安,大家好。歡迎來到技術所Skill Development Program Conference的現場。 大家一起去一堂,共同來討論不同角度下的科學樂趣這個議題。 到底這個科學有什麼樣的樂趣? 套一句楊老師曾經說過的話,如果研究不是愉悅的遊戲,不是愉悅的生活方式, 又跟堆疊而起隨手推落的積木有何不同? 我是主持人李一平,希望大家可以享受今天的座談會的討論。 首先,我們先介紹一下我們的貴賓。 我們很榮幸今天請到國科會主任委員陳建仁教授來參與今天的討論。 因為考慮到他公務繁忙跟舟車勞頓, 所以我們特別北上國科會去跟他錄了一段專訪。 等一下我們會在座談會裡面播放專訪的片段, 分享一下陳建仁主委對科學樂趣的一些看法跟建議。 另外,介紹一下在場的來賓。 首先,介紹第一位是醫學院副院長及記憶所所長, 李煥曉,李教授。 第二位是頭腦經常想東想西, 隨時會蹦出一些奇怪的點子, 維緬所所長,楊貝昌,楊教授。 第三位是年輕美麗又有拆環, 徐立軍助理教授。 另外,有一位林醫所所長,黃曹靖教授, 因為今天會議非常的繁忙, 所以等一下他開完會以後會火速趕過來現場。 右手邊的是博士後研究代表林基謙,林博士。 另外,是碩士班研究生代表王林修王同學。 還有研究助理代表的錢彭如前同學。 好,那我們馬上進入我們的主題。 那到底科學研究有什麼樣的樂趣? 那科學最具吸引力的部分在哪裡? 那科學是不是可以用美學跟哲學的觀點來闡述? 或者說科學它的背後是不是有靈魂存在? 那首先,我們先來聽一聽陳建仁主委他對這部分的看法。 哈囉,大家好,我們現在來到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即將與陳建仁主委進行一段訪談。 嘿,你們一定很期待吧? 事不宜遲,那我們趕快進去聽一聽 陳主委對科學研究樂趣的一些看法。 我們進去囉! 大家好,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國科會陳建仁主委, 來參與我們基所Skill Development Program的座談會。 那跟我們一起來探討不同角度下的科學樂趣這個議題。 陳主委,你好。 你好。 首先想請教陳主委您眼中科學研究的樂趣以及科學最具吸引力的部分在哪裡? 好,我從小就很喜歡看偵探小說。 偵探小說就是去探討這一個未知的一些事情, 特別是一些很奇怪、很神秘,大家都不了解的問題。 我想在科學研究當中最有趣的就是去探討為什麼, 然後去解答這一個很多人所不了解的自然現象的奧秘。 那這個工作呢是有一點像偵探小說啦, 這個科男偵探一樣的相當具有挑戰性。 那這也是一個滿足個人在智慧追求上的一個樂趣。 所以科學研究是以好奇心的赤子之成做開始的。 陳主委認為說我們做研究就要像科男一樣, 在探索的過程充滿了懸疑跟刺激。 然後他的眼光也要像這個小孩子一樣, 從小孩子的觀點來看事情, 每件事情都會變得非常有趣。 那首先我想請教一下這個李老師, 你心目中你對這個科學研究的樂趣有什麼樣的看法跟想法? 今天很高興來參加列明主持的這個會。 那我覺得這個學生其實是最幸福的, 最有特權的。 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當你是學生身份的時候, 其實你擁有很多的這個特權是, 不是學生身份有的。 那你是來學習的, 所以你頂著這個學習的帽子, 你犯錯都不用負太大的責任。 所以就從來而已。 所以這個當李敏跟他談到聊天的時候, 談到說他是不是能夠 我跟他一些會議, 一些座談會來鼓舞說, 我們在承擔醫學院的研究生呢, 可不可以有不一樣, 或是多才多知, 或不同的方式來呈現活力的方法。 那我們這個上學期也辦了一些活動, 這些活動呢, 都有他比較傳統的方式, 那他這個就想出了說, 有這麼一個方法出來。 一到說要去訪問教育部長, 訪問這個國會主委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點點這個, 這個不知道他要搞什麼名堂。 不過我基本上這個答應, 因為既然請他同意他的辦, 他提出什麼要求呢, 只有答應的分別。 這個就是當你當學生的身份的時候, 你的特權之一。 所以今天有這樣的活動, 我覺得真的很高興, 所以這個表現, 陳大醫學院的研究生呢, 另外一面。 那今天這個主題, 這也是他想出來的, 我本來沒有主題要去講這些, 我被點名到了, 那我就講這個樂趣, 首先要定義什麼叫樂趣, 樂趣可以不同種的, 這個陳部主委講的是intrinsic, 那intrinsic, 可以有不同的這個, 假設你喜歡成名, 做科學研究也可以成名, 假設你要賺錢, 做科學研究也可以賺錢, 所以這都是不同程度的, 可以講不同程度的樂趣, 看你需要什麼, 你覺得哪個有趣, 你朝著那個湖邊上去做, 就可以了, 那這就是我對這個問題的, 我們謝謝李煥曉迪教授發表的高見, 所以你不管做科學研究, 除了可以得到樂趣之外, 可以成名跟賺錢, 希望大家好好努力, 那接著我們就想請這個, 脫腦裡面經常想東想西的這個楊教授, 來談一談說這個科學, 我們通常藝術家在完成一件作品的時候, 他們通常會很驚訝驚嘆的說, 哇,這件作品真的是美極了, 那科學是不是可以用美學或哲學的觀點, 來看待這個這件事情呢? 我本來以為, 我不是要來闡述我的想法, 我是要來想說, 這個我們有那麼多年輕的學生在這裡, 他們應該有他們的樂趣吧, 那我來聽聽看他們的樂趣是什麼, 你竟然要問我說, 這個科學的樂趣, 沒有辦法用美學或者是哲學, 說實在我也不知道欸, 這是實話啦, 不是推廚的話, 不過給你一個例子, 我為什麼會覺得說, 這個問題是很tricky, 而且非常難回答, 而且甚至是非常個人的事情, 我們說, 我在空險的時候, 我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來, 我很嚴重的話, 特別是那種, 人家不要丟掉了, 丟在路上, 甚至我常常從垃圾桶裡頭, 撿一些斷掉的數字, 想辦法把他縱火, 看他火的過程, 我就非常的高興欸, 你說, 這當中有多少的邏輯, 有多少的哲學在裡頭, 不知道, 真的很難講出來, 那另外一個, 這個也是我常常我的小孩子, 缺乱舉過的, 他說, 你沒事幹桌在那裡, 這個, 這個拿這個, 一張一張紙, 摺來摺去, 那最後, 這個一張白紙, 摺出一片葉子來, 或者是說, 摺出一支昆蟲來, 或者是說, 用一張紙去描述, 人的臉, 說, 你這樣有什麼樂趣, 坐在那邊做一個鐘頭欸, 不太動欸, 說的也是, 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對我來講, 還是很樂趣, 我只能說, 大概是我整個個性, 我就喜歡把一個東西, 這個從五到五, 把它建立起來, 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 沒有受到外界的干擾, 對我來講的就是, 我當人最珍貴的樂趣之一吧, 所以呢, 你如果要問我說, 科學的樂趣, 我其實也講得上來啦, 就是說, 當我從一個, 看起來很rough的東西, 我都把它拍成齊了, 一張白紙, 我把它摺出一支, 摺出一支恐龍來, 我就是習慣它, 就是雙耳, 這個大概就是我的, 我認為的樂趣, 科學也真的是, 看頭像頭, 謝謝楊貝昌楊教授, 那這個楊教授, 他的想法跟牛頓有點像, 他說他在種花的哲學, 牛頓他說, 他認為科學就是, 他就是像在海邊, 撿石漂亮的貝殼一樣, 他撿到心愛的貝殼, 他就很高興, 那好, 我們接下來, 我們聽聽, 年輕一輩的, 這個來賓, 有什麼樣的想法, 這邊有沒有人了解? 其實齁, 我覺得, 一開始那個伊萍, 找我的時候啊, 我就很爽快答應, 是去年的時候, 我辦了一場會議, 他說我們幫忙, 然後我就說, 哦, 你要做什麼? 啊,好啊,那幫忙, 結果看到題目的時候, 我慘了, 我說慘了, 我如果上來講這個話的時候, 很多學弟妹一定會不高興說, 那這個學長, 一天到人都說, 哦,他心情不好, 時間做不出來, 然後講樂趣都騙人了, 那可是齁, 他既然這邊答應而來的時候, 我想說, 還是要想想啦, 對啊, 然後, 其實你要說沒有, 要說那些抱怨其實, 真深嘛, 對不對? 你做每件事情, 你做每件事情, 你做每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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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天到人一直在complain, 對不對? 然後, 你當老闆, 像郭台銘那麼有錢, 最近不是也很慘, 對不對? 所以你就要試著去想看看, 你到底有沒有什麼事情啊, 就是當你已經快沮喪, 快想不開啊, 然後有時候想跳投的時候, 就不要那麼沮喪, 就是大家想著, 為什麼你還要待在成大? 你為什麼還要念博士? 反正你真的, 一點點快樂都想不到的時候, 那你留在這邊幹嘛? 那所以啊, 我只好想著說, 那樂趣是哪邊? 我想說, 如果啊, 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做出一個你想做的實驗, 然後你設定好, 然後你做出來的時候, 你快不快樂? 如果這樣還不快樂的話, 那現在就可以回家了, 對啊, 如果你會覺得快樂的時候, 你就想, 那也許我的人生裡面還有那一百, 也許我在待在這邊, 其實還是有快樂的理由在, 對, 只是, 不容易達到啦, 對啊, 因為, 我相信啊, 只要你有PayPal, 很現實啊, 你有PayPal, 你會不快樂嗎? 都很快樂啊, 你做出實驗, 你會不快樂? 不會啊, 你還是很快樂啊, 所以其實, 就是, 研究還是有他的樂趣, 只是, 比較不容易達到啦, 但這總是要付出啊, 這是沒辦法, 對啊, 因為, 另外一方面啊, 就是, 因為我剛畢業啦, 那大家會覺得說, 如果我在這邊說不快樂的話, 那會不會覺得, 啊, 他都比了還不開心, 是不是很奇怪? 這樣其實我覺得, 畢業以後, 其實你會覺得, 就是, 如果你努力的話, 繼續拿到樂趣的話, 你會發現啊, 其實你在博士班學區, 你會做很多, 你大概會覺得說, 啊, 老師要我做什麼, 我都不想做, 可是當你慢慢做出結果之後, 其實你隨著你的, 越來越成熟, 畢業以後去老師, 跟你的技術會越來越少, 等到哪一天, 你自己有獨立能力的時候, 你就, 有更大的權力去找學, 你希望很快樂啦, 這就是我的感覺, 啊, 我覺得科學吸引力的地方, 可能就像我講的吧, 你很沮喪很沮喪的時候, 想想想看說, 那如果真的做出來的時候, 會不會快樂, 如果會的話, 其實就不要在那邊抱怨, 就是盡量再找其他方法去完成它, 那這是我自己, 印象出來的一個理由啦, 其實我, 大部分時間, 我也是都, 臉也是都給, 這是不好看, 對, 不過還是跟大家講說, 其實還是有研究樂趣, 因為如果一點樂趣都沒有的話, 其實, 我覺得大概這邊, 真的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對, 所以, 這個成就感, 是這個有沒有樂趣的一個重要的關鍵之一, 那, 我們也想聽聽, 博士班現在正在努力的, 那個, 陳佳穎同學, 他覺得科學最具吸引力的部分在哪裡, OK, 之前是畢業啦, 我剛剛是同學, 我還沒畢業, 然後你問我快不快樂, 其實, 我很同意楊老師說的話, 其實, 就是, 科學的樂趣, 是很個人的問題啊, 然後, 我很想畢業, 可是, 畢業歷不代表你所有手邊所有的問題都要解決, 那, 我也很想我手邊所有的問題可以解決, 然後, 一個結果的發現, 其實是, 引發更多問題的產生, 那是一個沒有停止的時候, 那, 對我來講, 我可能覺得, 在做這些事情, 還蠻高興, 所以, 我不會太去一直想說, 到底, 科學快不快樂, 我不會去想這種事情, 我只會想說, 我做完這件事情以後, 我現在, 下一件事情是什麼, 然後, 我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 就一直在這種, 發現, 解決, 然後, 遇到問題, 再解決, 然後,再繼續往前走的, 生活當中一直在過, 所以, 其實, 我沒有花很多的時間去想說, 這到底, 現在的生活到底是快不快樂的耶, 就是覺得, 每天要做的事情, 把它做好, 然後, 要解決的問題, 要解決的事情, 把它做完, 然後, 同學畢業, 我也很常感到高興, 然後,想我什麼時候可以畢業, 那, 但是我畢業之後, 我要做什麼, 可能還是繼續把, 我現在想感興趣的東西, 有問題的問題, 把它再解決, 所以, 就是, 一直往前看吧, 我不太, 對, 我就一直往前看, 然後, 去感受你周到人的同學的快樂, 去感受你之間, 解決問題, 發現問題, 去思考的那種感覺, 然後, 幫助別人, 然後, 幫助自己, 那種感覺應該就是, 應該是, 那些新聞, 繼續留下來, 一直往前走的, 那個力量吧,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好, 謝謝陳佳玲同學, 跟我們分享的, 這個意見, 那, 剛剛陳同學, 他提到說, 科學, 是一條, 永無止盡的路, 做完一件事情, 也有另外一件的事情, 必須要做, 那, 等一下我們, 會來探討說, 那個, 你為什麼要踏上, 這科學這條, 不歸路, 那, 在探討這個主題之前呢, 我想要聽聽, 現場觀眾, 有沒有, 這個, 一些意見, 或者是想法, 要跟大家分享, 那, 如果有的話, 請舉手, 好, 那個, 那個, 方思維同學, 不好意思, 我只是那個, 碩士班二年級的學生, 我是衛名秀的, 就是一品學長的學弟, 這樣子, 然後, 我是覺得說, 因為我還不算是, 真的在做研究, 我只是站在研究, 這個, 門前面而已, 還沒有, 真的算是, 踏入這個領域, 可是我覺得, 基本上, 如果科學的樂趣, 跟吸引力, 這兩件事對我而言, 可以分成兩個層面來看, 一個是, 一個是夢想, 另外一個是歷程, 我覺得, 科學對我來吸引力而言, 基本上是給我一個夢想, 讓我覺得, 我以後有機會成為一個, 研究者, 一個學者, 讓我可以改變一些事情, 然後, 至於科學樂趣呢, 我覺得這是在, 一個, 培養成為學者的一個歷程裡面, 可能對我來講, 會有一些樂趣, 比如說, 我可能從一個, 對研究, 應該是一個freshman, 然後呢, 經過training之後呢, 我有一些成長, 然後我, 藉由我這些成長呢, 然後讓我能夠發現一些東西, 到最後會有一個夢想, 就是我能夠改變一些事情, 我是覺得, 如果是我的話, 這對我來講, 才是最大的樂趣, 就是, 享受在整個成長, 成長直到發現這個歷程, 然後至於科學吸引我的話, 或是催促我前進的這個動力, 應該就是, 就是所謂的, 我以後可以有一個機會, 來改變一些事情, 這樣, 謝謝各位, 謝謝黃世偉同學, 五方最漂亮, 一方最漂亮, 這個科學呢, 有一些夢想, 有夢想, 那我們活在這個, 在這個工作上面, 就會過得非常快樂, 那, 昨天我去陳平書局看書的時候, 看到一本書, 這本書給大家看一下, 他說這個, 關於常識, 我們唯一確知的就是, 99.9%都是假設, 那, 所以我們這個, 投入這麼多時間, 在努力追求一些真理的, 就是真實的狀況的時候, 事實上, 我們所證實的其實是, 那, 百分之0.1%的這個, 一線曙光, 那為什麼我們要投注這麼多的心力, 浪費這麼多的青春, 在這一條這個, 科學的不歸路上呢, 古早人有在說一代健寬中不悔, 未一消得人憔悴, 那接下來我想請教一下這個, 美麗的徐立軍助理教授, 那為什麼他要把很多的青春投注在, 這個科學研究的這條路上, 那, 一瓶你完了, 哈哈哈, OK, 其實上, 技術所翻過很多次的, Skill Development Program, 我不曉得為什麼這麼點到我, 我想說我也不是名嘴, OK, 那,我而且看到第一個問題, 科學研究的樂趣, 好像每一次都會被問到這樣子的問題, 那, 事實上, 這是一個大家都很想要去知道的一個, 一個issue, 但是我還是同意前面大家的說法, 就是說, 事實上, 這真的是很個人的問題, 每個人的領悟都不一樣, 各自的一種體會, 那, 我只是說我自己來講的話, 我非常enjoy在實驗室做實驗的樂趣, 那, 我從小都很喜歡讀東西, 所以我喜歡讀paper, 那在做實驗的時候, 以及說在讀東西的時候, 事實上我一直是有一種很專注的平靜, 我enjoy這種感覺, 所以我就喜歡去做, 我喜歡去念, 那, 念了東西之後的時候, 讀了, 當你讀的東西開始多起來的時候, 你開始會去做一些連結, 也就是說, 這件事情A跟B有關係, B跟C有關係, 接下來找A跟C可能有關係, 好,我來做, 好, 就從這裡的連結點, 事實上是在玩, 那這個玩的過程, 我覺得就是會有很多樂趣, 大家去想一想這樣子的事情, 就是說, 如果你讀得夠多, 你做得夠多, 你經驗累積得夠多的時候, 你自然有辦法做這種連結, 你就對自己一定要有信心, 那再來一點的話, 就剛剛大家所提的, 事實上, 這個事實上, 你一定做是別人沒做過的東西嘛, 別人做過幹嘛要你來做, 當然是, 當然是在探索一個位置的一個東西, 一個事情, 那在探索一個, 你的大膽的假設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 我覺得這個在某些程度上, 是在挑戰我自己的性格, 我舉個例子來講, 事實上, 大家可能不曉得, 我事實上的個性是比較是保守, 而且, 很多人知道, 我大概有一些完美主意, 但是這部分的話, 會造成, 我在大膽往前邁脫去的一種卻步, 那就是說, 但是在這個field裡, 如果說要survive的話, 很重要一點就是說, 在很多點上, 一定要對自己的個性做一些突破, 放膽去做,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不斷的領悟就是會帶給我一些, 當我自己越了解我自己, 那我願意去改變我自己的過程當中, 我就會得到一些樂趣, 那這也許就是變成我目前生活當中的一部分, 那我的樂趣就來自於這裡, 謝謝。 謝謝。 謝謝徐立軍助理教授, 那學姐, 你以前曾經講過說, 你當上老師以後, 就是你更加辛苦, 而且更有挑戰的開始, 我想請教你, 你後不後悔選擇科學這條路, 如果你可以再重新選擇的話, 你還會選擇做科學研究嗎? 我如果後悔還會在這裡嗎? 要跑了對不對? 所以你每天都過得很快樂嗎? Mostly OK, 我想這個徐立軍學姐, 她是在科學上其實做得蠻好的, 那她都可以很快樂的enjoy在這個, 這個科學這條路上, 我想這個大家學弟妹, 應該未來可以朝著她的目標, 往前邁進, 那當我要進入科學領域的時候, 通常是我懷有最高的夢想的時候,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 剛踏進科學領域的這些新鮮人, 他們心中, 為什麼他們會選擇踏入科學研究這條路? 那我們請碩士班研究生, 王立秋同學來發表一下。 其實一平學長來找我的時候, 我想很久, 我其實不太知道說, 對我來說, 進入科學領域代表什麼, 但是我覺得第一個跟第二個問題是一樣的意思的, 因為你一定會覺得有趣, 所以你才會踏進來, 那我十分記得說, 我曾經在我同學部落格看過一句話, 那句話是說, 《科學領域代表一個遊戲》, 那對我來說, 為什麼我要加入這個遊戲呢? 因為在以前, 我們所, 欸, 對不起, 我十分很緊張, 我們以前所扮演角色, 就只是聽那些課本告訴我們故事, 然後, 由那些課本來認識這個世界, 那作為研究生呢, 我就有機會去告訴別人, 我認為的世界應該是什麼樣子, 那對我來說, 這是最具吸引你的部分, 也是吸引我, 吸引我踏上這條不歸路的原因, 謝謝。 好, 謝謝王立秋同學, 其實要選擇科學這條路, 其實需要很大的勇氣, 那希望你未來, 這個嘗試踏進來之後呢, 可以過得一帆風順, 那接下來我們從研究助理的角度, 來看看科學樂趣這件事情。 其實, 我跟立秋有一樣的想法, 就是, 學長找我的時候, 學長找我來談科學, 好像怪怪的, 然後, 後來其實那一天吃飯在討論的時候啊, 其實我們聊了很多, 然後我也從中發現說, 其實科學真的是, 有它的樂趣所在, 像, 我們當然會講得很好聽, 我們科學就是要, 解決問題啊, 那, 什麼, 幫助人類啊, 那我想說, 我們的志願都沒有這麼的大, 那, 我相信說在, 我們實驗, 就是一個實驗室所做的一個主題, 可能是, 就有一個浩瀨宇宙裡面的一個星球這樣, 這麼的小, 可是當, 就是, 大家在從事, 就是, 實驗的過程裡面啊, 我相信大家就是, 呃, 做出一個, 你預期的結果, 或是一個不錯的結果, 我覺得那種興奮的感覺是, 大家都有體驗的啦, 那, 還有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科學研究其實是一個很單純的環境, 那, 就是, 因為你每天所做的事, 你就是面對你的細胞, 你的動物, 或者, 呃, 再單純其實就是你們的老師而已, 或者是自己的老闆, 那, 我相信這是對一個, 呃, 再複雜不過的社會, 它算是一個單純的環境, 所以, 嗯, 而且我覺得, 科學這條不歸路對我, 呃, 就是這個題目, 跟第一題其實是, 一樣的, 既然, 呃, 你知道它是, 呃, 不歸路, 但是, 你都已經踏進來了, 就, 不應該是一條不歸路, 嗯, 怎麼講, 就是, 你應該是, 有所了解, 有所興趣, 才選擇這條不歸路, 呃, 就是, 應該換一個角度想說, 我是有所了解, 來選擇這條不歸路, 而不是說, 我踏進來之後, 才知道, 它是一條不歸路, 這樣子, 對, 那, 這是我的想法, 非常謝謝, 全鳳如同學, 從研究助理的角度, 來談一談, 科學研究的樂趣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面對的環境, 其實相對的比外面, 這個險惡的社會, 來了單純許多, 而且, 而且這個就是, 很多人選擇, 就是, 為什麼要在實驗室, 在bench裡面, 你對細胞做了些什麼事情, 他不會跟你抗議, 然後, 不會跟你抱怨, 那, 接下來, 我們就來, 聽一聽這個, 陳建仁, 陳主委, 他, 為什麼要踏上科學這條路, 那, 我有問他說, 你後不後悔選擇科學這條路, 不過他, 年紀這麼大了, 那, 可能後悔也來不及了, 不過這個, 這個, 這個光景是要寄給他看的, 所以我們不能再講下去, 那我們馬上來, 這個, 看看, 聽一聽陳主委, 為什麼要踏上科學, 研究這條路, 我小時候就, 對於自然科學, 相當的有興趣, 對, 特別是生命科學, 有很高的興趣, 也想了解很多生命的現象, 那, 當時我願意做科學的研究, 是因為, 有很多好的科學家, 在他的這個傳記當中, 我唸了以後, 給我很多的, 深刻的這個啟發, 像是巴斯德, 或者是這個, 孟德爾, 這些有名的生命科學家, 實際上在他的研究當中, 讓我覺得, 研究的工作相當有趣, 可以了解自然的奧妙, 所以我就投, 就立志希望能夠成為科學家, 那在我做科學研究的過程當中, 我發現最有趣的事情, 就是當自己有讀或創建的時候, 跟別人的想法不一樣, 而能夠突破以前人的看法, 創立一個新的學說的時候, 是最令我開心, 我記得我在做五角病研究的時候, 那個時候很多人都說, 這個寒生的深井水會引起五角病, 但是會不會引起其他的癌症, 其他的疾病呢, 很少人有研究, 那當我發現它跟內臟癌, 比如說膀胱癌, 肺癌有關, 而且後來又發現跟糖尿病, 高血壓, 還有缺解細心臟病, 腦中風都有關的時候, 就越來越興奮, 覺得這都是別人沒有看過的, 這是新的創建, 那更有趣的是, 當我們的研究發現以後, 隔了三五年, 別人有同樣的發現, 也就是說, 我們等於是領先在這個科學的領域上, 那這個時候呢, 是對自己的成就, 也是有一點點自我欣賞了, 那另外在科學的領域裡面很重要的, 就是可以追求自己的進步, 當科學的方法越來越進步的時候, 我們從傳統的流行病學的資料分析, 就進一步到用所謂的分子標記, 或者用基因體的分析的方法, 進入到分子流行病學, 跟基因體流行病學, 也讓自己呢, 能夠在新的學術領域裡面, 不斷的開創新的這一個主題, 就好像爬山一樣, 爬了一個高山, 然後再進入另外一個高山, 然後就覺得很充滿了樂趣。 這是他後不後悔選擇科學這條路? 我想很重要的, 任何人要能夠投入科學研究, 他的興趣是很重要, 所以他應該執著在自己的興趣, 追逐潮流, 這是第三段, 應用最新的技術更好。 好,沒關係, 那個後不後悔, 我給各位一個答案, 他是不太後悔的。 沒關係, 那接下來我們馬上來聽一聽現場的觀眾, 對這個科學他的樂趣在哪裡, 還有為什麼這個科學這麼具有吸引力, 還有為什麼要選擇科學這條路呢? 有什麼樣的看法? 有沒有觀眾想要發表一下你們的想法或高見? 那請舉手。 趕快搶麥克風。 這個, 我要搶一下, 剛剛說這個40歲, 常常在問說是不是不歸入, 原則上是這樣子, 胡適也說, 40歲以後才叫做薄荷竹子, 因為40歲了, 就沒有辦法, 就只好拼命想錢了, 這個沒有到40歲, 你們都還沒有到40歲, 沒有到40歲, 這個看不是誰, 不是落荒而逃, 叫做這個尋找更好的路, 轉進一下, 沒有什麼不好, 所以不是不歸入, 這個還是可以選擇, 人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要不要?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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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這個, 不歸入, 隨時可以下車啊, 可以上車啊, 想要下車就下車, 不歸入啊, 只是條路而已, 這個有一句話講說, 行言不義, 空言異, 平事無難, 了事難, 其實這件事情啊, 這個, 雖然講的都很簡單, 你要下車就下車, 上車就上車, 那其實要做一個抉擇, 是需要勇氣, 而且必須要付出很大的成本, 那不過你如果覺得在這條路上, 找不到你的興趣, 做得很痛苦, 那還是下車吧, 那, 那, 就提到這個問題啊, 我想要問一下現場的人, 那你覺得這個, 在科學這條路過得很不快樂的請舉手, 都沒有, 你覺得這個在做研究是讓你很快樂的麻煩請舉手, 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是覺得很快樂, 那其他四分之三的人是覺得很茫然, 那, 沒關係, 因為今天我們辦這場做談會, 就是希望說, 這個, 讓你們可以更深刻的去體會, 這個科學研究的過程中, 中間的這個樂趣, 那, 希望說, 透過今天的討論之後呢, 我們可以這個, 更了解說, 其實我做的東西是很有趣的, 只是我沒有去發現而已, 然後, 讓你每天都這個, 可以開懷的大笑, 我常常在十一樓, 就走電梯出來, 就聽到這個地球同學, 他笑得很大聲, 很燦爛, 然後我整天心情就會很好, 大家都可以跟他一樣, 每天都過得很快樂, 那, 接下來, 我們在記憶所, 之前有一場辯論會, 我們有提到說, 研究生在選擇題目的時候, 應該是要追逐這個潮流, 或是要以自己興趣為異規, 那, 我這次去訪問陳建仁、陳主委, 我也是去問了他這個問題, 那我們來聽聽他對這個問題的一些看法, 我想很重要的, 任何人要能夠投入科學研究, 他的興趣是很重要, 所以他應該執著在自己的興趣, 追逐潮流應該的態度是這樣子, 利用最新的技術跟方法, 來從事這一個科學的研究, 但是研究的主題應該是自己能夠無怨無悔, 而且日以繼夜的投入, 都不會後悔的這樣的主題, 才能夠維持長久的研究的熱忱, 所以我覺得研究生在選擇主題的時候, 應該有自己的組件, 然後有自己的讀或創建的看法, 為目標來進行, 是比較好, 那, 因為追逐主流, 有些時候往往失掉了自我, 那科學家失掉了自我以後, 他的研究的熱忱, 就往往很容易淡化掉, 那這是滿可惜的, 我有很多的研究生, 實際上他們在找我研究主題的時候, 並不是我自己研究計畫的課題, 而是他們自己想要做的, 像最近有一位研究生, 要做老人痴呆症和遺傳的關係, 那他就做得相當的好, 那他的結果, 甚至不是我做老師在當時, 所能夠想像到的, 那我可以從年輕的研究者當中, 看到他們不斷的創新, 不斷有自己的看法, 而這些看法跟創新, 實際上就是科學進步的原動力, 我想我們如果去看哥白尼的地動說, 或者去看巴斯德的虛進學說, 都是以前沒有看過的想法, 甚至最近在講油門螺旋桿進的時候, 澳洲的學者也不會去相信說, 在胃裡面會有細菌, 但是他堅持自己的想法, 而得到了諾貝爾獎, 很多的新的創建, 並不是受到既有權威知識的束縛, 所以我是比較鼓勵研究者, 有自己的看法, 不要受到既有權威學說的這一個限制, 那這樣才能夠發展自己的好的研究的方向, 維持研究的熱誠。 所以陳主委是認為, 你們在選擇研究題目的時候, 是要以自己興趣的為依歸, 才能夠有比較好的發展。 那不要受到既有權威的限制, 那什麼是權威, 你的老闆就是權威, 你的所長就是權威, 那我記得上次在辯論會的時候, 李老師是站在我們要追逐潮流的這個立場來談, 那我們現在就要請教一下李老師, 為什麼你要隨波逐流? 這樣我喜歡什麼可以? 這就是樂趣啊, 就是樂趣啊, 這樣我喜歡什麼不可以, 這就代表一種樂趣嘛, 只不過這個, 這個要在, 當你要在差不多70歲的時候, 你才可以隨心所欲, 其實隨心所欲也要公布應決, 所以你的年紀越輕, 你的束縛越多, 你的freedom越少, 當你大到長到某程度, 大到某程度的時候, 你的束縛就跟著隨著減少, 所以這個是相對的啦, 那你說我現在當所長, 或是當這個實驗室的老闆, 有沒有什麼樣的, 我說你當然有某程度啦, 可是還是有一些限制嘛, 所以回到這個主題, 不要講是說, 這個辯論會, 辯論會因為有不同的立場, 有不同的, 不同的位置, 有不同的頭腦, 不同的看法, 有時候是為了樂趣, 為了飯, 跟你argument, 透過這個argument, 能不能尋到, 能不能有共同的, 基本的看法, 你再去仔細看看那些, 那些不同雙方的看法, 最後其實會找到一些共同的地方, 那共同的地方是什麼, 如果每個人能夠透過這個辯論會, 故意地去對立的這個辯論會, 去了解說, 什麼才是你這種東西, 那就當然目的了, 所以不要今天去談這個說, 這個我贊成潮流, 或是贊成, 這個興趣為主, 只要我喜歡就可以啦, 有沒有來賓, 對李老師有一些看門, 或是不同的意見, 不要受到既有權威的限制, 許老師, 我沒有打算要挑戰李老師, 我只是覺得說, 所謂潮流或興趣, 大家都談到這個是一個辯論, 事物兩個是一個完全是, 就是說對立的, 但其實我是覺得事情, 不是非黑即白, 也就是說, 事實上研究的主題是活的, 那你自己要去想, 就是說, 你堅固興趣, 但是可以有一些潮流, 就是說跟得上潮流的話, 你自己怎麼去做連結, 也就是說, 你可以兩者堅固, 就是這個的話, 就是你自己該做的功課。 OK, 我用一句話來說明一下, 許老師的想法, 就是說, 強黑與極白間, 智商是潛藏著彩虹的路徑, 所以這個一件事情, 不是只有黑與白, 智商中間, 還是有很多的, 這個美麗的畫作在裡面, 大家其他的這個年輕的來賓, 有沒有對這個議題有看法? 不好意思喔, 講個不好, 就是, 其實喔, 我不知道之前有辦這個辯論會, 之前有辦, 我不知道是辯論外研討會, 但是我沒有興趣聽, 我覺得這兩個東西其實, 是一樣, 其實是, 是融合在一起的, 可是我還是覺得興趣比較重要, 為什麼齁, 因為你有興趣的時候, 你就會跟著潮流走, 但是你失去那種興趣的時候, 其實, 例如說潮流在走的時候, 如果你插不進去, 你說你跟我沒有興趣, 其實我就沒有必要, 可是, 如果你有那個興趣的時候, 其實, 例如說每個, 例如說以我為例好, 我在做基因治療, 我也可以跟著潮流走, 我都滿喜歡看paper, 然後看到什麼, 我看到老師, 我今天我要做那個, 我要做那個集, 對啊, 老師當然說, 啊, 你愛看別人做什麼, 就做什麼, 但是你, 只要你興趣還在, 你就不會覺得說, 跟著潮流走是不對的, 但是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大家也許, 啊, 我快樂是因為, 我的興趣跟老師不一樣, 因為, 其實興趣可以決定, 因為興趣其實主要我覺得, 因為你有那個興趣在, 然後, 你才會有辦法跟著潮流走, 但是有時候當然會抱怨說, 啊, 目前啊, 至少有時候, 博士班學生會覺得, 嗯, 興趣好像都是老師在決定, 那既然老師決定你的興趣, 當然你就沒有辦法跟著潮流走, 對啊,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 可能就當初, 你在選擇老闆的時候, 你應該知道那個老師的大方向, 那如果那, 像我當初, 我來, 我很明白, 就是找吳張老師, 還有我們老師, 因為我就只覺得, 我想做建設而已, 那, 至於他們想做哪一個DK, 我都不介意, 只要我可以做那一方面的實驗就好, 所以我那時候還蠻堅持, 所以我的想法是說, 如果你覺得, 你當初可以選擇到你有興趣的題目, 我覺得其他都不是問題, 那如果你覺得進去以後, 那些老師興趣已經改變到, 你完全都沒辦法接受, 那你去, 你就必須去, 譬如說去換個環境怎樣, 那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謝謝林博士, 他剛好引出了我們下一個要討論的主題, 那我們下一個要討論的就是說, 如果你的興趣剛好是很冷門的時候, 或者是你的興趣跟你的Advisor, 或者是你的Committee Member有衝突的時候, 那當研究生的人應該怎麼辦, 那興趣很冷門的時候, 第一個你會遇到一些問題, 第一個就是你經費取得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就是你找不到你的同儕來討論你, 你這個做的東西, 或許你知道你做出一個很有趣的結果, 但是別人都不懂你在做什麼, 那這時候你可能會很沮喪, 那我們現在來聽聽這個, 陳建仁主委他對這部分, 他給我們研究生有什麼樣的建議, 通常這個研究經費的獲得, 確實是對於比較冷門的這個領域, 因為他的同儕審查的時候, 比較不會獲得好感, 而不容易拿到經費, 但是我覺得研究者, 在他的研究的過程當中, 還是要努力的嘗試去走新的這個領域, 那經費的部分的話, 我以前常常這樣做就是說, 我用第一個研究計畫的錢, 剩下一些經費的時候, 我就來開展新的領域來做, 我記得我以前在做研究的時候, 那個時候基因體醫學剛剛開始發展, 那我每次有研究經費剩下來的時候, 我就會把這些剩餘的研究經費, 跟別人合作, 來做新的遺傳標記的研究, 那有些時候, 我是會跟國外的學者來合作, 那國外的學者可以幫我們做, 所謂的分子標記的測定, 或者相關的病毒學的檢驗, 那我們也可以完成這個研究, 所以我是鼓勵研究生, 如果做比較冷門的東西的話, 那你不要客氣的可以找, 除了你的指導教授以外, 其他的專家學者, 跟他們一起合作, 那我相信你的老師也是會很鼓勵你, 不要把自己的眼光, 據說在自己的研究所的老師, 甚至應該到別的學校, 或者別的國家的研究者,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冷門的領域, 才會越來越發達, 那我想這也就是我們鼓勵研究生, 能夠有國際交流互動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有沒有人做的題目是非常冷門的? 那觀眾有沒有很冷門的? 請舉手一下, 大家做的都很熱門。 就是說,比如說在我們程大醫學院裡面, 只有你在做這個東西, 然後在世界上沒有多少個人在做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可能會面臨到一些經費, 或者是你要找人家討論的問題, 那不然我們來請一下這個老師們, 那對這個, 如果做選擇到很冷門題目的同學, 那有什麼樣的建議? 那什麼叫冷門熱門? 我今天把它叫做流行跟不流行, 現在在整大醫學流行的主題是什麼? 或者在國內流行的主題是什麼? 在世界上流行的主題是什麼? 如果講話流行, 今天就會變啊, 所以這個冷門熱門這個是不在於說這個做的人多少, 而在於說你做的這個成果好不好, 或是能夠解決重要問題, 或是能夠提出新的概念出來, 如果能夠做得好, 做得出來, 第二天就變熱門啊, 所以不是在做冷門熱門的這個分界上面, 是說你能不能解決問題, 能不能夠有發現的時候,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嘛, 做冷門你今天大家都不做了, 你突然發現一個重大的發現, 大家都跟著你啦, 所以你跟著流行, 跟著流行就變熱門啦, 所以這個變化是一夕之間的時間, 那個李老師有談到他的看法, 他以前有一位皇帝, 他就是到民間去考察, 民間人就跟他講說, 我們人民都沒有飯吃, 那皇帝就說, 為什麼你們不吃肉? 所以說, 在學生的立場來講, 有時候學生的興趣剛好是在這個, 就是大家都不支持的這個, 這個 topic上面, 其實學生會面臨到很大的抉擇的問題, 那我不知道楊老師有沒有, 什麼樣的建議給這些學生, 這個問題不好回答, 所以說, 不好回答我要很快, 用另外一個方式來想, 就是說, 我為什麼要選這個題目, 因為題目它不是強加給你的, 它是你選的, 那我們來想說, 我為什麼要選這個題目, 那剛剛提的, 其實李老師講說, 沒有所謂的冷門熱門, 就是說可能是流行, 或是不流行, 我想我同意這樣的講法, 就是說, 你如果把它潮流跟興趣, 好像把它弄成一個對立, 我覺得聽起來也很壞, 這明明是你選的, 一個題目是你選的, 那我就要回到, 你為什麼要選這個題目, 你選這個, 以一個研究者而言, 選一個題目, 大概有幾個想法, 有幾個原則, 所以才會去想這個題目, 第一個是, 這個題目你可以拿得到錢, 基本的錢, 你不一定要拿, 基本是我可以做的錢, 我如果沒有辦法做的話, 我選一個題目, 那也是很怪的, 第二個是, 我現在我可以做的, 就是說我今天, 我如果隨便構想, 我實驗室什麼東西都沒有, 那我構想是, 我要用十字基因數, 來做某一個實驗, 聽起來也是挺怪的, 那就是說, 我選的這個題目, 是因為在我目前的能力之下, 我可以掌握, 我可以做, 第三個, 這個跟學生也是一樣, 或者是跟老師, 我們在寫計畫的時候也是一樣, 我一定要大概或多或少, 我知道說, 這個計畫寫完以後, 我可以放個paper, 我並不是要把這個計畫寫完以後, 我放在我的抽屜裡頭, 當作我自己的興趣, 把它, 這個必掃之真, 把它, 留在抽屜裡頭, 我每天拿出來看就很高興, 一定不是這樣子, 我要把它寫成paper, 把它放出去, 讓大家都知道, 從這三點來考慮的話, 大概也不是南門月門的問題, 而是說, 我可以把它執行完, 可以做得出來, 而且, 我正好我喜歡做, 正好我也可以做, 謝謝楊老師, 李老師有要, 這也是一樣的, 那我們來看看, 學生有沒有遇到說, 你的興趣跟Advisor, 或Community Member, 原本有衝突, 來賓有遇到過這些情形嗎? 跟我們老師, 不太會有很大的衝突, 可是, 因為齁, 我在進來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過一句話, 他跟我講一個故事, 害我都不敢跟他集中, 他說, 他跟我說, 他就跟我說, 你們知道是我們院的那個, 現在那個院長嗎? 我說,我知道啊, 翁啟會院長, 他說, 我去問他家吃吃飯耶, 我說, 怎樣? 他說, 你知道他們家的實驗室, 還有飯桌上, 貼了一個很大很大的, 很大的一個字, 什麼字? 順字, 我就, 好,知道, 從那天開始, 我就很聽話, 但是齁, 其實, 我覺得他講的也蠻有道理, 就是, 他覺得, 其實, 通常學生跟老師, 只有衝突的時候, 通常在實驗上, 不會有太多其他衝突, 當然沒有人幫得了你啦, 那實驗上的時候, 其實如果你想著, 其實我覺得我老師講的還蠻有道理, 他說, 不只我跟他, 例如說, 其他學生跟他 campaign 的時候, 他也會跟他們說, 如果你想想這些老師, 其實他們都是跟你一樣, 從學生, 然後辛苦這麼久, 然後經過朋友大一大堆歷練, 那如果當你們兩個看法, 有意見的時候, 是不是百分之八十老師的想法, 有可能是對的, 那如果你有這個想法時候, 那是不是你試著, 把你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精力, 去做老師的事情, 然後, 如果你自己覺得, 你有其他的力氣, 你想證實你是對的, 那你可以不過二十到三十%, 再去做做看老師, 應該也不會反對, 理論上, 那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 我還是覺得, 嗯, 就是把時間分配一下, 接下來是可以解決這個衝突, 因為, 其實衝突, 對學生來講, 其實是沒有好處, 這是我自己的看法, 好, 謝謝林博士, 那佳玲, 你有沒有, 有時候會有一些意見, 或什麼是跟林老師有衝突的, 那你在遇到的時候, 都怎麼樣解決這件事情? 其實我自己的經驗倒是還好, 可是, 如果說來自於同學們, 或是學弟妹的經驗的話, 我通常都會建議他們, 你先去嘗試看看, 所以先去試試看, 給自己一些, 時間吧, 不要, 不要把問題可能在, 今天或明天, 或是兩三天內去解決, 也許把這個問題, 延長到, 你給自己半年時間去試試看, 半年其實, 好像很長, 其實很短, 那你試過之後, 真的沒有辦法接受的時候, 也許是該攤牌的時候吧, 其實, 你給自己半年時間去做了, 一個很重要的決定, 離開實驗室, 或者是說換題目, 或者是說, 休息一陣子, 我想這是不為過的, 因為你真的是, 經過自己考慮過, 而且是, 知道很確定自己要什麼了, 然後再去跟老師們, 再去跟Advisor, 去說最後面的決定, 要不就是, 尋找更適合自己的地方, 尋找更適合自己的方向或領域, 要不就是, 就是可能, 就是做你要做的決定, 就是尊重老師, 尊重自己, 那, 就是離開這樣子, 我想, 我通常會這樣建議, 就是給自己機會去試試看, 真的沒辦法接受, 我想你的嘗試, 你周遭的人, 然後老師們其實也都看到你在嘗試, 而不是, 你只是說要嘗試, 可能半年都沒有出現, 那比較嘗試, 那只是, 在躲避, 可是如果你在半年都在試過了, 那, 大家都看得到, 那我相信, 最後面的溝通應該是, 可能會比較, 比較好, 比較和緩的, 對, 我通常會這樣子去建議, 這是我看到, 下車嘛, 再上車嘛, 隨時可以下車, 隨時可以上車, 你很願意, 但是不要急著決定, 因為有時候, 人在情緒來的時候, 其實衝動常常會讓自己後悔啦, 所以就是, 給一點時間, 消化能夠比較好, 謝謝佳玲, 那我想請教徐老師, 如果你的學生, 要跟你衝突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面對他, 先不談我的學生, 沒有, 我只是想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 其實我一路在這邊, 這樣子唸, 就這樣子唸, 然後到現在, 現在這個階段, 那, 我可以這樣子講, 可以很大聲地講, 就是說, 我經歷了這些階段, 那當我再回頭去, 看我過去的這些歷程的時候, 我自己想一想, 我真的覺得, 經驗是有影響的, 真的是這樣, 也就是說, 我過去的view, 跟我現在看事情的感覺, 去找關聯性的那種, 我不要說, 我講功力有點不好意思啦, 但是就是說, 的確是, 當你在看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自己在抓那個準頭的時候, 真的, 我自己也可以感覺到, 那個差異點在,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說, 當你自己覺得, 你跟你的advisor上面, 在意見上, 有一些不一樣的時候, 不要總是那麼的, 糞糞不平, 覺得全面向都不了解我, 覺得全面向都不了解我, 那你自己覺得, 你自己可以嘗試, 比較新平靜期的一點的, 試試看, 試試看別人給你的建議, 不要就是說, 完全認為說, 這些都不好, 大家都不了解我, 試試看, 我的意見是怎樣, 謝謝徐老師, 我想老闆跟學生的關係, 應該是就是, 建立在互相尊重, 楊老師有, 一開始的時候, 你說, 是不是有什麼, 美學哲學的慘出, 一直在選擇, 抉擇這件事情, 他有很多, 哲學上的產術, 選擇本身就是悲劇, 他的內容, 他的過程都是悲劇, 為什麼是悲劇呢, 因為你所有的資訊一定不足, 你是他在資訊不足的狀態下, 被迫做選擇, 那這樣子怎麼辦呢, 你怎麼樣讓抉擇讓自己好玩, 自己還過得去呢, 真的, 我才會說, 科學有些時候, 真的是非常個人的事情, 非常personal, 就是說, 你怎麼樣在這個選擇的悲劇, 之後, 把它變得讓你自己, 有很多的樂趣, 那從這個樂趣去彰選說, 好, 我當初就是這樣選, 無論如何我就是偉大, 好, 因為我選得很好, 那其實呢, 本來選擇是很不好的, 可是你把它做得很好, 那不是也很有趣嗎? 選擇就是悲劇, 選擇的時候, 希望可以畫悲劇為喜劇, 其實研究生喔, 如果說找到真的自己, 對自己很有興趣的東西的話, 我是希望大家不要放棄, 因為我在做的研究, 其實也有很多人說我在做送耶, 但是其實我對那個部分也是蠻有興趣的, 那以前有一個名人叫做蘇本華, 那他曾經說過, 所有的真理都是要歷經三個階段, 那首先呢, 他會備受嘲笑, 你選擇一個奇怪的type, 會備受嘲笑, 那其次呢, 會受到激烈反對, 你在報告的時候, 大家就會提出很多的意見去攻擊你, 那最後呢, 大家就理所當然的接受, 所以大家, 如果有很好的興趣呢, 希望大家可以堅持, 其實我還是覺得, 學生不要跟老師有衝突, 因為我覺得有衝突, 其實下場都很慘, 至少周遭都蠻多, 但是, 但是, 試著用另外一個角度啦, 其實, 老師如果是錯的話, 你去做個簡單, 做幾個實驗, 證實老師的想法是錯的, 其實也是一件還蠻有趣的事情, 像我之前, 我跟我們老師啊, 都不懂名義啊, 然後也不知道三頭卡叫什麼東西, 然後就是要了一個三頭卡, 結果他竟然叫我把那三頭卡設計成Anchor在模上, 後來發現我做了好久, 發現不太對勁了, 我時間都沒辦法walk, 後來我們老師每次看到我都不好意思, 就是那一兩個月都很不好意思啦, 我覺得這也是一件蠻有趣的事, 因為我都沒有去跟我們老師討論過說, 其實那時候我也不太懂, 老師就說用在模上, 我說好像有道理, 其實我也覺得怪怪的, 然後我就做出來以後, 然後我跟老師兩個人高興會打, 我說打一打, 我太對勁了耶, 為什麼別人做都有笑, 我們都沒笑, 那我覺得其實如果, 你試著不要衝突, 是想說, 那既然你這個是錯的, 我就做了讓你知道你這是做錯的, 那其實, 其實可以換了一兩個禮拜, 老師對你的那種關鍋, 少一點衝突啦, 謝謝季謙給我們的建議, 那時間關鍵, 所以我們要進到下一個, 我們想要請教一下老師, 你們在推廣科學教育的時候, 所看到的一些優習的現象, 那你認為台灣的學生, 是他的優點在哪裡, 然後他有什麼地方是不足的, 那請老師哪一位可以先發表, 那我們請最年輕漂亮的徐老師, 這個問題其實, 我的經驗還叫我第一個講, 我真的會覺得, 這邊有這麼有經驗的這些老師們在, 好, 那我感覺, 我覺得說, 我看到的是, 太多人就是, 就覺得說, 跟著超, 就是說大家都要聽研究所, 好, 那我就跟著一起進來, 那太多人云亦云的一個現象, 那其實, 不了解自己的人, 事實上, 我看到的也還是蠻多的, 那我覺得說, 那這個在這裡摸索的過程當中, 而損, 就是說把時間這樣戳脫掉, 其實也是蠻可惜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大致上是認同, 剛剛李老師所提的, 上車下車這樣子的一種抉擇, 那在喜的部分的話, 大家常說, 這個Generation都是草莓族啊, 什麼抗壓力比較差一點, 但是我一度也會覺得說, 啊, 現在跟現在的小孩子溝通, 不曉得, 大概也是, 也是不那麼的容易, 但是後來漸漸的接觸當中, 我覺得說, 看到了他們跟我們這個Generation, 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 他們的確是比我們有活力, 而且創意, 創意真的是讓我覺得很驚豔, 那另外一點的話, 就是說, 我也覺得, 這個比較年輕的這個, 就是現在的學生們的, 膽子比較大, 好, 那這個的話, 都是在做Scientific這個領域上, 的過程當中,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看到這些特質, 那我不曉得其他老師有什麼看法, 謝謝許老師, 那另外, 昨天, 那個陳世衡來, 這個通過了博士, 的口試以後, 來找我, 他說, 這個以前, 我告訴他說, 其實台灣的還不錯, 台灣還不錯, 那, 只是比較缺乏, Agressiveness, 就是, 對事情的那種, 積極跟自信, 然後, 敢去, 把一件事情, 要到做完的那種精神, 我後來覺得, 我真的是覺得, 台灣的同學是不錯, 在碩士班, 碩士班都OK, 就是說, 你看我們碩士班, 進來的 presentation的樣子, 看他們處理, 處理實驗, 大部分的實驗的樣子, 你會覺得說, 這有什麼不好, 我們的學生, 跟國外的哪些地方比, 我們哪裡做的不好, 其實沒有, 我們沒有做的不好, 這是博士班的研究生, 你看我們的博士班的研究生, 青青菜菜, 哇, 即便配本出來, 這個有很多, 譬如說, 美國, 美國的大學, 英國的大學, 其實沒有這樣子的, 你看到非常強悍的那一些, 其實大概, 只是, 這麼大的一個瀑爾當中的, 一個小部分, 你是去用大部分, 我們看到, 對台灣好像覺得不滿, 你是用一個, 用一個篩選過的, 的腳步去看, 我們自己的, 或者說, 有點像, 有點像這個, 對自己的小孩子, 這個要求特多, 恨鐵不成鋼的意思, 是這樣的, 其實, 並不是說, 真的是不好, 好, 這是我的underline, 就是說, 所有的東西, 不在於, 不在於, 因為我們認為, 我們的學生不好, 所以要加強, 而是說, 在這樣子的狀態下, 我們OK了, 好, 那在, 有些人認為, 還不滿意的狀態下, 我們還可以讓, 學生怎麼樣做得, 更好, 或者是更有趣, 我在想, 大概我在想, 是這個部分, 那, 昨天, 世衡說, 就以前, 我告訴他, 這個aggressiveness, 的確是, 後來我在想, 這個的確是, 我在看, 就譬如說像今天, 這是很典型的例子, 所有的會合, 很典型的例子, 大部分都是老師在那邊, 公來公平, 這個要是在幼稚園的話, 這個老師說, 有沒有問題, 哇, 這個後面, 這個一大都想, 我要講, 我要講, 因為說不定就有糖果, 可是大部分呢, 今天我們, 譬如說我們今天, 講的這些問題,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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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的憂慮, 不是我們的憂慮, 而是, 各位同學認為, 我不足嘛, 所以我要要求, 我要趁這個機會, 我要要求老師, 你開一個東西給我, 好, 或是給我一些更好的, 更好的emvolvement, 那是, 那辦法這樣怎麼會是, 我們學, 我們老師在講的, 或者說, 科學的樂趣, 你就是, 你也要告訴我說, 你的沒有樂趣的原因在哪裡, 我才有辦法, 假設是, 我在講我自己的樂趣, 我就說我算而已, 因為我覺得有趣, 我自己就覺得有趣, 所以我留在這裡, 我已經超過40歲了, 我已經是, 已經沒有辦法下車了, 對不對, 那這個, 沒有辦法, 所以呢, 我倒是覺得, 我們換個角度來看, 好的部分我們就不談了, 我們來談這個, 所謂的優的部分, 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要去compete, 真的要去compete, 我們的學生, 就要漸漸養成, 就說, 這些東西就是我要, 就是我要講出來, 昨天那個, 再簽這個, 國科會的副主任, 我們後來在座談的時候, 也說啊, 這南部的同學, 看起來都比較重, 或者說, 南部的人看起來都比較保守, 很多事情就不敢去要, 現在呢, 你不去要, 你是要不到資源的, 所以我在想說, 這個應該是同學的機會, 這時候你就要, 假設是我認為, 我還要再加強的, 那同學的aggressiveness, 就要展現出來, 那我們就要, 其一所可能就要想一個辦法, 好, 去把這個aggressiveness, 這個辦法激發出來, 那我們研究生也不能被看清, 既然老師很多說, 我們研究生都太害死, 那是不是有人可以提供一點意見說, 這個, 你覺得台灣的研究生缺乏什麼, 什麼東西是老師給你, 可以給你support的, 那, 可以, 有人要發表嗎? 欸, 不好意思啊, 不然, 不然還要提供球, 我就主持賣了, 不然我們請王醫師來講一下, 怎麼會用我講, 好, 憂慮, 就是說, 我的角色比較特別, 我本身是醫師, 也是老師, 也在念名醫所, 所以很多角色, 我碰到了學生, 或者說助理, 其實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或者說醫學系的學生, 基本上就是他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當醫師, 或者說他為什麼要做研究, 所以很多時候你找不到一個問題的答案的時候, 請大家回去根源的地方去問自己, 你為什麼要念研究所, 我問了好幾個學生, 其實他不知道為什麼要念研究所, 我說你為什麼要念博士班, 他愣住了, 之後你要去思考你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我們, 我常常給學生一個建議就是說, 你要嘛就不要做, 你要做的要做最好的, 你要做最好的不只要做最好的, 要讓人在感動, 就像我們寫文章做研究一樣, 所以你要做一個presentation, 或者說要做一個事情, 都是要做到說, Excellent, Good是不夠好的, 所以我們昨天的助理去聽完這個代簽的演講, 他說是Excellent, 所以大概就是要有這種態度, 謝謝王醫師發表意見, 那我們來賓是不是可以, 可以談一談說這個, 你覺得這個, 現在研究生是缺乏什麼樣的特質, 那在目前的教育體系呢, 有什麼辦法可以幫助研究生呢, 可以改善這些特質, 那我們請佳玲來談一談, 說現在研究生有什麼樣的特質, 如果老師們想從學生這邊知道說, 到底我們可以請老師們幫我們做什麼事, 其實我一直對於, 就是Community member, 就是, 對, Community member的制度, 有點, 有點小小的建議, 就是, 那時候, 我記得好像在三年前吧, 有一次跟老師們對於談嘛, 然後就提到說, 如果說, 在我們記憶書的部分, 可能有一個補導制度在的話, 也許當學生跟指導教授有衝突的時候, 那是不是可以有一個第三者的角度, 去揭露, 去做一個平衡者的角色, 然後那時候許老師, 許郭先生老師給我的回答是說, 其實, 在Community member來講, 其實就有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角色, 也就是說, 也許在Advisor跟學生之間, 發生衝突的時候, 有Community member可以去當那種第三者的角色, 然後去做一個平衡, 因為, 可能在, 可能在Jose Science部分來講, 會參與, 呃, 成為你的Community member, 那代表他在這方面, 一定也有所了解, 而且, 跟老師, 跟你的Advisor之間, 應該也有一些, 私人的交情在, 所以, 可能, 就, 一個朋友, 或者是, 的角度去, 去輔導學生, 去輔導老師, 這樣可能會比較好, 所以, 我是希望說, 是不是在, Community member的老師, 當, 當老師們是, 學生Community member的時候, 可以不只是在, 就是在, 可能在進行進度報告的時候, 或是Defense的時候, 就是, 就是, 提問題, 那可能在平場的時候, 也許, 學生有問題, 也可以透過這些老師們, 去達到, 跟自己的Advisor溝通的一個, 一個, 作用這樣子, 這個部分, 不曉得, 老師, 這個部分, 不曉得, 就是, 我們有四個, 四到五個, 地板大概有四個, 所以, 指導教導有一個, 另外兩個, 指導教導有一個, 另外兩個是指導教導推薦的, 第三個是所裡面指定的, 所以這裡面的空間就很多了, 我不要講得太詳細, 那, 這個, 這個, Community Member, 基本上的態度, 是來協助學生, 在科學上所面臨的問題, 因為, 這個, 專業都, 有一點點組合不一樣, 那, 除了這個Community之外, 還有一個是Advisor Committee, 那, 製藝委員會, 這個製藝委員會, 是在所長之下, 有三個, 這個, 現在是各所所長, 去當個製藝委員會, 所以這個製藝委員會, 它的這個功能就是, 你如果去看, 基所的組織上, 就明定解決, 學生跟指導教導, 這些重大的事情, 所以, 我們的, 制度是有的, 只是, 要怎麼用而已, 那, 這個, 最實際的問題, 你來找我吧, 你要讓我知道, 我才有辦法, 解決啊, 所以, 你第二次, 你碰到問題, 你來找我, 如果我真的, 沒有辦法解決的時候, 那, 再要訴諸說, 是不是需要, 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方式, 來介入, 所以, 這個, 我是基所所長, 我就有責任, 去解決, 跟學生有關的事情, 跟老師有關的事情, 不是我的責任, 是院長的責任, 是校長的責任, 但是, 只要是學生的問題, 就是我的問題, 所以, 你要先來, 找我, 那, 如果, 這個, 我不能解決了, 那, 你再去考慮,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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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合理, 如果, 我都不知道的話, 那,我抱歉, 我就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 各位, 這個, 學生, 如果, 你在, 你是基所學生, 你碰到有什麼事情, 你這件事情, 如果找資料的時候, 沒有辦法解決了, 那, 上面, 還有一個, 入門舞蹈會的召集人, 然後, 再上去呢, 這個, 有支援委員會, 甚至有, 有所長我, 然後, 再上來, 還有院長啊, 院長在上面還有校長啊, 那個, 學生在學校裡面, 因為是學習, 來學習的, 所以他有很多的privilege, 他有很多的特權, 很多的權利, 各位要去好好利用他, 好, 我想李老師, 他是面惡心善的人, 各位同學,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就可以直接到他辦公室, 或是去找他, 我相信他都會給同學, 一個很好的答案, 或是跟你討論解決的方式, 那我們討論這些事情, 就會讓氣氛變得有點嚴肅, 那我們今天, 這個討論的是, 科學研究的樂趣, 那我們再來聽一聽, 陳建仁主委, 他, 這個, 對, 他在推廣科學教育的時候, 看到的優跟喜的現象, 我覺得在台灣推廣科學教育, 最令人喜悅的就是, 很多的年輕人, 對於科學的研究, 相當的感興趣, 這件事情是令人感到驕傲的, 當我到歐美很多國家去訪問的時候, 我們談到說, 年輕人喜歡選擇哪個學科的時候, 在歐美很多的國家, 都喜歡念這個所謂的氣管啊, 經濟啊, 這一些跟個人的生活, 維持比較好的水準的, 有關的學科, 比較受歡迎, 但是台灣的年輕的學者, 年輕的學生們, 都很喜歡追求這個科學研究,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可喜的現象, 那當我在參加很多, 所謂的科學研習營的時候, 看到好多的高中生, 或者大一的學生, 都來踴躍參加, 這是令人很高興的, 但是呢, 也有一些令人比較擔心的部分, 就是說, 這一些研究生, 是不是能夠得到比較好的老師的代導, 那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怎麼樣在一個好的研究方境當中, 有老師的指導, 有同學之間的彼此互相鼓勵, 就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為年輕人所辦的學術研討會, 我覺得國內有需要再加強, 而不是這個研討會, 都專門只是為了, 已經比較well established的, 這一些學者來進行, 所以怎麼樣為年輕人, 創造一個更好的研究互動的環境, 我覺得是未來可以加強的。 所以會計劃怎麼當年輕人, 創造一個互動, 可以讓你學習的環境, 這個是說的當老師, 或是當主管, 或是當學校領導者的責任, 這是他們的責任, 你要問,你要X, 他們才會反應, 如果他們沒有反應, 你下次不要同意他們, 當你的領導者。 我想, 老師跟學生, 兩方面都是很想要讓整個學習環境變得更熱弱, 然後大家都會enjoy在教學或是學習, 或是研究的這個過程, 那我一直認為說, 把這個一個學習環境的學術風氣的提升, 然後讓學生更了解自己的樂趣所在, 然後讓他可以在這個環境裡面過得更快樂, 其實這個從事教育的人應該有一些責任在。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談到說, 這個老師或是學生啊, 怎麼樣可以幫助這個研究生啊, 可以就是讓他們更了解他們自己的樂趣所在, 然後可以更enjoy在科學的研究裡面。 楊老師, 我可不可以先問一個問題, 剛剛好像都是老師在打, 我真的覺得在上面有趣, 可不可以等一下, 你可不可以主席很讓, 我想說你等一下點思的人說, 如果你認為可以讓你在這裡, 會過得更快樂, 或者是對你的研究更有興趣, 你要這個所或是這個環境, 你偏的一件事情, 這樣一件事情就好了, 我們可以執行的一件事情, 那是什麼。 OK,這個是楊老師很好的建議, 那我們就開始來, 我們給他十個問題, 讓這個技術所或維免所, 或者是整個醫學院, 可以朝這方面做改進, 那今天我們有錄影存證, 我想之後的話, 我們可以按照這個錄影帶來看看, 這老師們聽了學生的一些意見之後, 有沒有讓整個學習的環境變得更優質, 那首先我們請李英瑞同學來談一談, 我想, 在我們group meeting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覺得, 至少我們這個denky group, 或EP71這個group, 是一個非常好的model, 那在這個group meeting的狀況之下, 我們是不管學長學弟, 學妹或者老師之間, 我們都是scientific talk, 那這整個talk裡面, 是沒有所謂的威權存在的, 所以在這樣子的talk裡面, 我們可以真正的去問, 某些我們真正要問的問題, 然後提供了各式各樣的方向, 讓年輕的學生可以有一個好的醫學, 那我想像這樣好的一個model, 可能可以推廣到整個醫學院裡面各個角落去, 那或許可以提供一些比較好的空間, 或者環境給一群, 對,同樣一個問題感興趣的一群人, 然後給他們這樣子的環境讓他們去talk, 謝謝。 好,我們再累積幾個問題, 再請老師回答, 那個滴秋。 其實我對現在的教學環境, 並沒有什麼特殊的經驗。 所以你很滿意目前的教學環境?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抱怨的。 那我們請施惟來發表一下。 針對這樣的一個topic, 我基本上我認為, 我是想分成兩個方面來講。 第一個,就是以身為說實班研究生的角度來看, 就是如果今天他是一個總大學部升上來, 就像剛剛王醫師講的, 他可能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利營救所, 其實很多人是這個樣子, 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利營救所, 他不知道做研究, 他可能是對做研究這個有一個憧憬, 他不曉得做研究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說,我就是有時候覺得說, 當一個研究生進來一個實驗室, 他要接一個題目他要來做的時候, 老師是不是第一步應該要給他有自信心,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是, 這個學生他一定做得出來, 就是他也許可以, 也許他一開始給這個topic, 他可能不是他說是辦論文要做, 可是他能夠讓他step by step, 然後東西能夠慢慢地做出來, 然後慢慢建立他的自信心, 然後他就能夠好好的完成, 並且有些人可能一開始只是不知道為什麼念研究所, 可是其實他是有做研究的潛力, 所以他可能會因為這樣, 所以他就知道了自己的方向, 以後就能夠樂在其中這樣。 我是覺得, 可能就碩士班學生來講, 資金心是很重要。 然後再來一點, 我是根據我以前在大學的時候, 不曉得陳大是不是這樣, 我大學部的時候, 大學部老師授課, 大學生, 大學生其實我覺得才從高工上來, 他們可能沒有這個能力去做主動學習, 他們正在學習怎麼樣自動自發學習一個東西, 所以有些時候老師都照文宣課, 然後不只, 而且趙文宣課還時間掌握得不好, 高中老師趙文宣課可以好好講完, 那大學老師不行, 到最後就啊, 隨便了, 我看完了, 我看時間不夠了, 所以剩下的, 反正我的講義啊, 課本都有自己回家看, 所以大綱沒有提出來, 而且中間很多內容就是, 老師並沒有提到, 並沒有幹嘛告訴學生說, 我今天, 我學習這些東西, 我對於以後我畢業有什麼用, 他現在是, 譬如說我們做免疫學研究, 癌症研究, 是不是應該有這兩方面來下手, 謝謝, 謝謝思維, 那有沒有志願, 想要提出一些建議的, 沒有, 那我們請佳玲好了, 其實我很同意, 剛才英瑞她提到的那個, 就是group meeting, 因為真的這樣的一個, 就是這樣的一個 meeting, 其實對學生之間, 可以獲得的東西真的還蠻多的, 你可能, 就是你可能去參加會議, OK,你主動去參加國內、國外的會議, 可是在會議上面, 你看到很多人的發表都是, 已經是你在manline上面, 根本可以查得到的, 那但是在這種group meeting之間, 很多東西都是第一手的資料, 第一手的data, 那你可以看到很多可能, 學長姐或學, 你可以看到很多學弟妹, 她的設計時間方法, 根本不對, 可是從那上面, 你也可以檢討到自己說, 欸,我好像也發現我同樣的錯, 這種, 真的是非常bench上面的一個, 一個交流, 其實是真的很好的, 所以我也很贊成, 因為講了說, 是不是這樣的一個group meeting, 可以化鎖啊, 或是可以多辦一些這樣, 就是我的想法, 謝謝佳玲, 那彭如你是研究助理嘛, 你從一個這個局外的角度, 來看這些學生的話, 你覺得這些學生, 他需要一些什麼東西? 剛剛那個, 因為講的那個meeting, 我覺得是一個, 研究了一個group meeting, 那我覺得, 嗯, 就是, 嗯, 至於國外的meeting, 我不曉得, 有沒有包括在裡面, 就是, 等於是, 整廣自己的, 視野啊, 就看看, 欸, 讓自己有一些國際觀, 對, 好, 謝謝彭如, 那我, 我有一些想問, 上次那個, 湯明者湯老師講的, 搶救愛因斯坦, 他是想要把整個, 這個, 學校的這個, 不然是人文, 科學的部分, 做一個這個整合性, 然後可以有interaction, 然後讓整個這個, 學校能夠更融合, 然後更, 然後可以加強不同part的這個交流, 我覺得是, 多辦舉辦這些活動呢, 是有助於我們, 醫學院的學生, 走出這個封閉的環境, 然後, 邁向更, 開闊的人生, 那我想我們, 有五點五個, 同學提出一些建議, 因為時間的關係啊, 所以, 好, 其實我覺得老師都覺得, 學生, 不夠活潑, 就是因為, 是真的大家不要害羞啦, 這是真的啦, 但是, 其實, 其實齁, 像那個所長啊, 叫我們辦這種Skill Development, 其實我, 一開始很抗拒, 像上一次我就很抗拒, 但是, 我辦以後其實我覺得, 至少, 像我這種口才不好, 我就敢講, 像依品坐在這邊, 大家會覺得沒什麼, 他坐在下面也是這樣多花, 但是, 我覺得說, 我覺得說, 試著啊, 其實像這樣的, 因為, 其實, 總是強迫總是不好, 可是如果可以試著, 如果說, 換一些, 其實我覺得, 大家肯來, 其實我就覺得, 這已經是, 有些人根本連參加都不參加這種Skill Development, 所以, 如果可以讓, 試著, 辦強制性的, 換第一批人坐在上面, 我相信, 當你必須開口時候, 你久了, 像我, 這是第二次啊, 大家會覺得, 我畫變得比較多, 其實我畫還是不多啦, 對不對, 只是大家會覺得, 畫變得多, 其實因為, 久了, 你坐在上面, 你就會覺得, 其實在這邊講話還蠻好玩的, 當然就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要活潑, 如果像在台灣, 其實要有辦強制性, 不然其實, 你要我主動, 其實我在下面會不太敢, 對, 像在國外, 真的是我, 去年去美國, 然後我去了不常, 可是, 我就覺得meeting時候啊, 我就很緊張, 會不會叫我講話, 反正不可能, 因為都是排隊, 在發動的問題, 根本都聞到你, 只要你不想講過, 沒人會理你, 對啊, 可是在台灣, 大概這個比較難, 對啊, 我也很想要建議所謂的是, 其實, 如果, 常來參加這種會議的同學, 應該發現, 大家都是手臉孔, 這樣, 所以就是覺得說, 也許可以, 就是扮強迫其他的, 比較少出現的, 老師, 或同學, 那, 來試著從不同的角度, 來看看, 這些問題, 他們會有什麼樣的一個想法, 也許大家多談多談多談, 也許, 不熱衷的人也會變成, 開始注意這些議題的, 開始去關心, 方法怎麼搬強制, 好像學校有那種, 系列性的那種, 教師專題演講, 對啊, 我怎麼搬強制各位, 來舉辦活動, 或者是參加, 不是, 你只要算一下去, 我就做了, 學生很容易, 學生都很順, 問題是老師, 能不能每次都有很多老師來參加, 這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我都在哪兒暗示, 我想還有另外一個部分的建議, 是說, 嗯, 好像在我們醫學院這邊, 所做的, the science study, 都其實很 basic research, 比較偏多, 那事實上, 現在大家都一直在講說, 可以不同學科之間, 來互相彌補彼此之間的差距, 那舉個很好的例子, 醫學院這邊, 已經漸漸的在跟工學院那裡的一些老師做合作了, 那我想, 其實, 如果把科學, 把它推廣到應用的這個層面的時候, 或許, 我們現在所做的這些研究, 會變得更有得趣, 那我不知道說, 所長的一份可以做一些連結的動作, 然後提供這樣更好的一個, 不管是在合作的部分也好, 或者說在課程上面的安排也好, 可以提供更大的彈性, 可以讓本來在這個部分有興趣的學生, 有更多的選擇, 謝謝。 謝謝, 還有沒有同學有志願想要提出, 那個賈先生, 謝謝, 我正話講說了, 我是說, 按照我個人的感受, 這十幾年呢, 就是說, 所以Master, 跟PhD的同學們, 大概有兩百左右, 那我們的談話來往的, 我的感受呢, 是希望同學呢, 在知識的背景, 作家從事。 現在, 我發覺到這個電腦裡面的, 這個實證科學的資料, 非常的豐富, 而且呢, 它給你做了一個真理, 然後, 可以給國際的學者的, 學者的, 有一個解頭的, 那麼這樣的話, 會充實同學他的自信, 同時呢, 對於他, 對於導師的這一個觀念呢, 很可能在學術的立場上, 會少一點距離。 那, 哈佛大學的那個校長呢, 他說, 哎, 你們在十年內啊, 所學的, 有一半是錯的。 那我們想說, 這個問號呢, 就是說, 在實在史上又不同的, 我們國取弱的, 現在我們有新的理證。 所以這些呢, 我想, 在我們的學校裡面啊, 尤其是, 青年, 各體生命展成的這個過程呢, 實在是, 向著這個方向去發展的。 謝謝。 好, 謝謝賈先生。 我想, 因為時間的關係啊, 我們已經累積了很多的問題, 我想, 哪一位老師可以, 對這些同學的問題做一個回應? 我, 這個, 我提出這個問題, 我當然是可以, 我也可以提問的, 我可以要求的, 其實剛剛大家講的這個, 大概我們都聽了很久了, 大概每一年大概都會提出來, 我倒是要換一個方式來, 來回答這個問題, 你看, 我的問題就會變成是說, 什麼東西是我現在可以做的, 什麼東西是我可能要的道理, 那我就會想觀察, 我一天進來當中, 讓我最不舒服的, 或者說, 最感到不方便的東西, 有可能是什麼? 因為這個就比較容易嘛, 這個就比較容易讓我這個, 讓我要求的東西, 就可以讓它搭得到, 譬如說, 我可以說, 這我從一天進來以後, 就覺得這個地方環境太差, 地板不夠乾淨, 花一點錢把地板乾淨, 做得到嗎? 這個可以做得到, 第二點, 這個進來以後呢, 這個學生, 這個在物質上, 完全沒有benefit, 我的獎學金不夠, 獎學金沒有辦法增加, OK, 那我從你, 好吧, 那你想辦法, 弄一個student launch吧, 你們有faculty launch, 我可不可以有student launch, 你弄一個student launch給我, 弄空間給我們吧, 對不對, 當我們要interaction的時候, 特別是基地所, 現在完全變成自己的辦公室, 好, 院裡頭弄一個空間給我們, 讓我們學生, 其他不同所的學生, 當我們希望有interaction的時候, 我希望有一個, 讓我感覺上, 這個受到尊重的空間, 然後我們來做, 誒, 這個物質上, 我的歌姿, 藝也可以做得到, 好, 那還有嗎, 我在修課的時候, 譬如說, 我在修課的時候, 這個, 我就變成這個, 這個沒有人輔導我, 好, 有沒有可能是, 在我修課的過程當中, 有誰可以讓我修課的過程更方便, 你有沒有這樣子的機制, 如果一個修課的機制, 讓我修課更方便, 我根本不用在這裡就可以上到課的 這樣子的系統類似這樣 這些東西是做得到的 那如果是我要去協調 譬如說我現在如果要求 記憶說你現在協調一個group meeting給我 在想李老師你要建議我 或者說你要要求我的refuse 你根本一點辦法都沒有 因為這是他做不到 那我在想的就是說 那我還有沒有什麼東西我會要求得到 就譬如說 你們都要求我們要有博雅的教育 你可不可以一年送三本書給我 這我可以要求吧 譬如說這樣 那這樣子我在想 這個久了以後學生 你會知道 我剛剛會講說你要aggressiveness 你要要求你才會拿得到 你如果弄得好像說 啊這個東西沒辦法 然後就這樣子 那我就已經非常滿意了 那你就拿不到東西了 所以呢我就提出三個要求 一個student phone給我們 好第二個 這個運輪送三本書給我們 好第三個給我一個 譬如說這個以後休課呢 我可以更自由的休課 不要有那麼多的限制 我們要 是要還是你們要的 我們也要啊 學長 不好意思 雖然說我是一直我來這邊那一年多 我只感受到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安全性的問題 對 基本上醫學院實在是太開放空間 那我們東西常常被偷 那女學生受到騷擾的新聞 也是有聽到 不過我覺得說這個應該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 讓醫學院達到方便性 又有安全性 不過我覺得 在探討說如何做開心的實驗之前 我能顧好我的皮包 我相信我會更開心 對 這是我 有攝影機嗎 那我們就轉眼這個樓層的館 OK好 謝謝 因為我們現在時間蠻趕 我要給陳主委說點話 我們來聽聽這個陳主委 他要怎樣幫助研究生了解自己 都在科學 通常我在帶研究生的時候 通常他們會來問我說 老師要做什麼樣的題目比較好 我常常會問他說 你想要做什麼樣的題目 為什麼你要做這樣的題目 那在學生自己 在不斷的仿復思索的過程當中 他就會得到比較好的自己 抓到自己的研究的方向 那我覺得老師最重要的 教學的方法 應該學習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的教學方法 我們叫做助產式的教學法 他常常問學生很多的問題 讓學生去思考 然後指導學生一個好的方向 那最後這個學問 是學生經過自己的思考 所得到的 那就是紮紮實實的 屬於自己的學問 所以我在教導研究生的時候 常常會鼓勵他們說 好 老師做這些研究 那你從老師的研究當中 有什麼樣自己的看法 然後我來尊重學生的看法 這個對學生看法的尊重 我覺得是一個好的教師 應該要學習的 我也一直在努力 看看我的學生有不同的想法 看起來好像有點 關怪陸禮的這些想法 有些時候 反而是很有創意的 所以我是鼓勵學生 開發自己的潛力 然後把自己的想法 勇敢的來跟老師討論 那不要每次都是跟著老師的腳步走 那這樣的話 就不容易走出自己的道路 科學之所以有趣 就是因為自己在這一條道路上 找到自己終身的職質 而且從研究當中 也學習到了怎麼樣去尊重別人 而且怎麼樣去把不同的思想 不同的看法 容納為自己的看法 那有獨獲創建 其實陳主委有提到 駐產式的教學法 其實滿有意思的 提供給各位老師做參考 那主委也給我們一些研究生 一些建議 那我們一併來聽聽看 他對研究生有什麼樣的建議 我覺得台灣的研究生都相當的努力 而且在自己的本位上 也能夠在老師的實驗室裡面 很積極的從事研究 那這是相當的不容易 一個國家科技的發展 最重要的就是要靠年輕人的熱誠 還有年輕人的智慧 那我在從事科學教育 從事研究以及從事科技的行政 我發現台灣的年輕人 真的是充滿活力 而且有自己的創建 這是相當難得的 那我也在這裡鼓勵所有的研究生 在你們研究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能夠彼此合作 搶求團隊的精神 在現今的科技研究當中 最重要的不是一個人 能夠獨立完成的 科學大部分都是沒有獨角系的 所以你要跟各個不同領域的人 共同討論 才能夠增加自己的見解 然後增加自己知識的廣度 那唯有在很廣泛的知識領域當中 才能夠尋鎖出自己的一個獨厚創建的理論出來 所以我也鼓勵大家 不要只局限在自己的專一領域 而應該跟其他領域的人有多多的接觸 那跟其他研究者之間的 互相的合作 團隊精神的發揮 我想在今天這一個21世紀的高科技的時代裡面 知識爆教的時代裡面是更加的重要 所以在這裡也鼓勵大家 能夠在自己的生命當中 找到自己的最愛 就好像我自己的最愛就是學術研究一樣 如果你們能夠找到學術的樂趣的話 這一輩子可是享用不盡的喔 非常謝謝陳主委接受我們的特別訪談 並提供很多主委在從事科學研究過程中的 一些寶貴的經驗 也給予我們研究生很多寶貴的建議 那我相信透過這樣子的互動 一定能讓在科學路上努力的這些研究生們 能夠更深刻的去體會科學研究的樂趣 本人僅代表陳大基所 再次跟主委說聲謝謝 謝謝 那這個其實今天透過這樣的討論 我們也了解 讓大家更深入了解這個科學研究的樂趣在哪裡 那我相信大家提出來的一些意見 或一些想法看法都是一些正向的一些建議或想法 那應該可以幫助我們這個基所或是整個陳大醫學院 或整個陳大更加的成長 那讓學生更享受在這個學習的環境裡面 那最後我想請我們幾位來賓做30秒到1分鐘的結論 那先請李老師 剛剛那個陳主委的話有說要尊重學生 所以我想請問各位在醫學或是在基礎醫學這地方 你們有沒有得到足夠的尊重 那麼你在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要先問自己說 我有沒有尊重我自己 然後再來問說 那別人這個單位有沒有尊重你 那這就有不足的地方 或是不夠尊重的地方 請你提出來 如果是我們可以改善的 我們可以改善 如果是你可以改善的 我們就請你自己努力 謝謝李老師 那請楊老師做個結論 30秒而已啊 好可惜 做個科學研究者真的是不錯 他有極大的空間 極大的自由 雖然說號稱我們很忙 其實我覺得這是最空閒的行業 因為呢你其實你只要 你只要不理他 專注在你的研究裡頭 太多的時間太多的自由 可以做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很好的一個很好的一個行業 那我想我應該用這樣子來鼓勵各位 那對我自己而已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的行業 也是因為他的極大的自由 所以我可以根本不跟別人一樣 因為別人也管不到我 那以後呢 你們說不定也管不到 也可以讓別人管不到你 所以我想 如果要別人建議的話 不要太在意別人 你如果覺得真的是 覺得真的是OK 覺得真的是好 你就去做 你如果覺得真的不好 你要想辦法去拿到它 並不是要別人來給你 這個是別人沒有要給你 楊老師的自由是受憲法保障的 還有學術自由 好 謝謝 那許老師 今天的主題是要幫助研究生樂在科學 那這部分的話其實我也還在學 那我也從林老師那邊得到了很多的support 那我最近有一個新的體會 我發現我最近都一直在當我學生的啦啦隊 因為我不斷的在跟他們提示 什麼是一個positive的點 然後不斷的講故事跟他們聽 讓他們覺得說 我真的很有前途 我做下去一定是很棒的一個結果 那但是學生剛剛 我一直在講故事 但是我憂慮一件事情 我擔心他們就只會習慣的被動接受 我告訴他們的故事 那我剛剛也要回應 剛剛有位同學提出來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同學可能一剛開始進來做study 他可能感受不到我做這個幹什麼 但是這部分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 除了被動的接受 聽到study之外 你自己也有責任要去想 為什麼 你要去發掘 你要去念書 你要去聽 你要去獲得 這個都很重要 換句話說 等到你變得比較senior的階段的話 這些當我現在對我學生的對話 就是我去share up他們的一些情緒 這樣子的一個對話 漸漸的你要轉為跟你自己的對話 自己要對自己做自己的啦啦隊 這個很重要 那另外還有一件事情是 其實趁這個機會 我要謝謝李老師 因為他在多年以前講了一句話 對我受用很大 也就是說他當時講的很簡單的四個 沉得住期 也就是說 當可能記憶所比較新年學生 到了個階段之後 你在電梯裡面 通常大家遇到你問你 怎麼知道要畢業啊 對不對 這個大家感同身受 那你心裡面的焦慮感 自然是有 但是要沉得住期 那另外的話 當你博士班畢業之後 你面臨的 我現在要找一個博博坑 趕快先站一個缺 還是我繼續做Postar 然後多累積一點經驗 給我自己將來多一些的資本 這樣子的話 你覺得應該要怎麼做 在這個階段的時候 我跟我自己講到沉得住期 那我覺得說 在這些 在這樣子一路走過來的過程 我覺得很受用 跟大家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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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季潛 我覺得結論 結論 就是啊 其實 就有這兩回結論 可是都套用老師的話 所以其實老闆也是我用的 因為每次我這樣緊張 所以想要他跟我講的話 我覺得還滿受益 第一個其實被李老師講的 就是尊重 其實很多 當你覺得不快樂的時候 通常都是 學生沒有足夠尊重老師 那老師可能也是少了一些尊重對學生 所以必須尊重 第二個就是熱情 其實 我覺得如果在這邊啊 你讓老師的熱情大於你的時候 你就會很慘 真的 當老師的熱情大於你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啊 其實你會過得很不快樂 因為都是老師在快樂 當你的熱情如洪水般去淹沒老師的時候啊 那個老師啊 他要不注意到你都不行 這就是我的結論 謝謝 那立球 其實我的結論跟學長有點像 那如果你覺得不快樂的話 千萬要自己問自己 到底為什麼那時候要進行救所 那有的時候我早上起床 你會覺得啊 我當初為什麼要選擇這條路 來折磨我自己 那這時候我就會不斷想起 我最剛開始回答第一個問題的那句話 那為了參加這個遊戲 我覺得是必須實際提醒自己要 反正麻煩都是自找的嘛 所以為了成為一個成熟研究人員 或者是為了繼續走在這條路上 有很多問題是必須要靠自己解決 然後並且想辦法將出出路的 謝謝 那請放入 因為我想說 就是研究 就是你拿學位在這個過程 所以是一個很重要的目標沒錯 但是並不是唯一啊 就是你可能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培養自己的一個第二興趣 因為第一興趣 你把你做實驗當作第一興趣沒錯 但是你要一個第二興趣 還有另外就是要一個 有效的一個支持 支持你自己的一個系統 像一個如果當你在一個很低潮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試著找一些比較年長的老師 或者是學長姐聊一聊 我覺得在當你聊的過程之中 我相信你那些壓力 多還有情緒 都會得到一些疏解 還有一些出口 那我想說 你在這個 南走的這條路上 會走得更輕鬆一點 謝謝 請佳玲 欸我很有趣 其實我 要做結論的時候 我想那也是我老闆說的話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老師 就是梁耀老師常常會說 他像我漫漫 就是囉哩囉嗦加好多事情 可是老師有些事情我都記得住 然後有一件事 是我真的一直keep in mind 就是老師說 不管你對人對事對科學 attitude 是一百分 這句話真的是 可怕讓人家騎雞皮可辣 是真的 因為其實不管在科學上 或做人做事 你遇到困難的時候 遇到問題的時候 你回去想去檢討一下自己的態度 去深想自己的心態 再從不同的角度去觀察這件事情 去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到最後好像也沒這麼的急著 一定要有一個對或錯的答案出現 這樣子 那經過這些沈澱 我想像我們學姐講的 你一定可以撐得住氣到最後面獲得成功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這個天下沒有不善的練習 那我們就繼續回到實驗室去 enjoy這個科學研究的樂趣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